我是李慧荣 首先带您关心到的是 一人大饼在传吸毒的案件 昨天一人大饼呢 在传吸毒的状况 台北县警方是接获线报 有人在汽车旅馆里头 开吸毒轰趴 当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大饼只围了一条围浴巾 跪在地上 要求警方能够放他一马 但是警察在房内找到了安非他命 大饼也坦诚他确实有吸毒 最后被移送检方附讯 那么最后是无保持回 大饼没有什么话要讲的 你现在没有骄傲 你这个专门证报吗 一人大饼又因为吸毒被逮 经过一整天征讯 检察官预令三万块交保 等了三个多小时 没人来办保 检方重新裁定限制住居试回 暂时重获自由 面对镜头大饼只能沉默 而没钱交保的他 但是他的朋友早就为他叫好计程车 准备接大饼出来 媒体一路追 大饼后来终于下车开口说话 谢谢关心不好意思 谢谢 这句话大饼在上次乐节之后也有说过 显然大饼还是摆脱不了毒品的诱惑 17号上午检方结果现报 中和的这间汽车旅馆 有十多人在开摇头烘爬 警方前往搜索 但是房间内只剩下两个人 一位就是艺人大饼 当时他还赤裸着上身只围着一条浴巾 另一名则是枪炮前科的黄姓男子 检方在房间内也找到了少量的安非他命 两年前大饼因为吸毒被抓 当时他成声泪俱下的忏悔 信誓旦旦的说自己绝不会再犯 现在却又再次的吸毒 当年他在镜头前说的那些话 听起来很讽刺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